今天和大家来到老童 其实是想表达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青铜 其实青铜就是铜和石的合金 因为当初有氧化物是青灰色的 所以就叫做青铜 青铜这个物料最早期都是用在航海和潜水 所以用在手标的时候 都是由潜水标开始 例如Panerai和IWC之前也有做过 由于青铜物料会因为空气的温度和湿度 而令它产生瘦食 所以这个标带到越来 就会越有自己独特的角色 今年也有几个品牌用过青铜来做手标 Dilta, Aorus, Barron Ross都是有的 先说Dilta Dilta Heritage Black Bay的青铜版 保持着斧头指针 但标面就用了咖啡色 去搭配青铜的金色标殼 其实是很有复古味的 而Aorus的潜水标 就是纪念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潜水人 Carol Bessier 而设计的 非常经典的潜水标款 标圈和标壳都用青铜而造 2000只,已经卖光了 不好意思 而它玩开航空的Banerai 今年航海也玩了 新标款叫Instruments de Marine 它是利用航海中的特性放在手标上面 标壳除了青铜之外 还用了红海菌边 非常经典的 之前说过,青铜手标 都是以做潜水标为主 但也不关潜水事 它在90年代 Gelgenta 做过一系列的手标 用青铜做物料 其中一款有双翼翘功能的Genfica 据说是大师为了他朋友 去非洲打猎的时候而切 贪青铜不会反光 不会吓死动物